對於月球的背面 我們所知極其有限 馬老師要帶我們來解碼 這一次最新的一張照片 由嫦娥四號拍下來 傳回地球 這張照片裡面 透著什麼樣的玄機 嫦娥四號 冬年醒來了 自主醒來了 自主開始工作了 自動地傳回了 月球背面的一張照片 這有什麼深刻的意義 第一個 你剛剛講了 月球背面 是我心目中 最神秘的地區 No.1 人類對月球背面 有太多太多的想像 太多太多的傳說 但是不知道那裡 有些神秘的東西 甚至有沒有外星基地在那邊 無知一樣 第一個 第二個 美國人已經宣布了 他要重返月球 所以 除了中美貿易大戰之外 月球將是中美的另外一個大戰場 因此他們一直在看著 好 看著來 本來嫦娥四號當年登陸的時候 美國人跟英國人說 不可能 月球背面不可能登陸 確實花了25天沒登陸 但第26天的時候 啪 登陸成功了 登陸成功以後沒關係 美國人跟英國人說活不下去 為什麼活不下去呢 月球背面 月球背面最冷的 因為它左右背面到了晚上的時候 第一個 它沒有熱源 沒有亮光 沒有大氣 你知道它晚上多冷嗎 多冷 零下180度 哇 一個極定 還要冷到一個更冷的地步 你根本活不了幾個月了 對 好 但是大陸做兩件事情 是美國沒想到 第一個 到了180度 晚上的時候 我冬眠 我不活動 我把東西全部關掉 我讓它睡覺 好 大家說為什麼晚上要睡覺呢 我告訴你 月球的這個晚上 一個晚上 是地球的14天 14天 所以它要睡14天 醒來工作14天 你知道嫦娥4號 已經睡了幾個14天了 這一次醒來是第10個14天了 第一個 我讓它睡覺 第二個 更厲害了 我給它弄暖暖包 什麼叫 嫦娥4號也有暖暖包 對 大陸 設計了一個放射性同位素 作為它的熱源 來供應它的熱量 所以它上面有個同位素 會給它保熱的 保溫的 好 大家說沒關係 你讓它冬眠 你讓它暖暖包也OK 因為月球背面是沒有通信的 它冬眠之後醒不來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講了 它居然自己醒來 它把自己喚醒了 對 它自己喚醒 因為你沒有訊號可以過來 對 這最厲害就是 我必須要能夠自己醒來 自己工作 沒有從地球訊號來 指揮我 完全自主 就這一次傳回來照片 自己醒來 自己傳回第一張照片 這個讓美國人 就非常非常驚訝 美國將要加速重返地球了 就像我問你 美國人到月球背面去看 多少年前 47年前 那這47年來 它再也沒有派人上去了 它現在要重返月球 要跟老共來競爭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這47年來你在幹什麼 你到底為什麼要把它放棄 什麼原因讓它47年來 沒有再上去過呢 我想問你 今天月球 到底是空心還是死心 這是現在大家最疑惑的一個問題 沒錯 好 現在要到月球背面去 就要去證實 到底月球是空心還是死心的 它如果是空心的話不得了 它明明從地球砸出來一塊 兄弟 你如果是空心的 為什麼會空心 怎麼會 但是我告訴你 當初阿波羅登月的時候 它離開月球的時候 到了指揮艙的時候 把登月小艇一丟下去 丟下去 砰一下砸 砸到月球上 離它72公尺的時候 美國人放了一個震波器 它一砸下去 那震波器 一入它的震動 你知道震動了多久 多久 15分鐘 這是什麼 這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它是死心的話 死心它不能傳 它震動一分鐘就停止了 就砰 就砰了嘛 就砰了 這空心的 它會在那邊回答 撞來撞去的 裡面是空氣會喘鬥震波 是 15分鐘 代表說它是空心的 好 美國人被嚇到了 所以阿波羅17號 最後一次出任務 你知道阿波羅17號 最後一次出任務 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第一個 派了一個斯密特上去 他是到現在為止 唯一上過月球的地質學家 他可以回答我們的疑問嗎 實心還是空心 他是地質學家 他上去以後放了三個最精密的探測儀在上面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又丟個小體下去 砰 又砰一下 發覺他的震波都是在表面上 這樣表面上震 對 他不是垂直震 什麼意思 空心的時候 他的震波就往表面上震 如果他是實的話 實的有固體的話 他就會往下面震 所以他更支持了我們對於 月球裡面是空的的想像 空的想像 好 這一次為什麼美國要重返月球 不能讓中國大陸搶先機 第一個 現在雙方不是要探測 不是要去登月了 第一個要居住 第二個我問你 居住要居住在哪裡 南極 所以你今天說 我們講說移民外星火星居住 火星移民是現在的險學 人類一直沒有放棄 能夠移民在月球嗎 火星移民是太久遠的事情 月球可能馬上就可以實現的事情 有這個條件嗎 對 有條件 我們先來講最可怕這個 這是美國的兩個探測船 找出來最新的東西可怕 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月球的埃托肯盆地 這埃托盆地是一個大的隕石把它砸下去的 好 我現在跟觀眾講一下 你知道這個埃托盆盆有多大 多大 中國大陸這麼大 中國大陸這麼大一個盆地 你就知道這個隕石有多大了 多大顆的隕石 他們現在發現這個800公尺深的一個坑 在這個埃托盆地裡面 就在裡面發現了巨大質量異常 巨大質量異常代表什麼意思 它下面埋了不知道 不知名未知的神秘的物體物質在裡面 所以當我們講說 月球是地球的重力的六分之一的時候 那六分之一是一個均值 但是偏偏在這個地方 它不是六分之一 它的質量為什麼異常 現在確定它下面有東西 現在大家要趕快搞清楚 它下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 中美月球大戰要開始的原因 第一個 這個質量為什麼異常 這裡下面有什麼東西 好 那你講到居住 為什麼現在月球 越來越會人越居住 我問你 人類居住最需要什麼東西 陽光 空氣跟水 現在在月球背面找到水冰 這些水冰都結在土壤裡面 所以現在水很容易得到了 現在證實月球的土壤裡面 充滿了水 那你說馬老師 水很簡單 陽光很簡單 空氣 空氣 它就是沒有空氣 厲害的東西來了 現在科學家在月球找到它的常識 常識就有點像石鹰一樣的東西 你知道這常識裡面 藏了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45%的氧氣在裡面 它是個氧化物 這氧氣就好說了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 它是個氧化物 對 氧氣藏在石頭裡面 對 你怎麼把這氧氣 萃取出來 從石頭裡面拿出來 英國劍橋科學壓 是 最近居然從月球的常識裡面 把氧氣 Bingo 拿出來了 所以我們登月 有氧氣有水了 所以馬老師 陽光空氣水 被你講一個好像只剩半步的距離而已 所以 中美的太空之戰 月球的競竹 現在就比誰能夠最快在那邊打造 可以居住的條件 在登陸部分 中國大陸 又搶先了一步 他們建築了一個 160平方公尺的一個 仿照月球一樣的月公一號 這月公一號 你八個人住進去 就是在月球裡面生活 一模一樣 結果你知道他們八個人在裡面住了多少天嗎 多少天 370天 超過一整年 創下人類在密閉空間裡面 生活最久的世界經濟紀錄 但馬老師跟我們好好講一下 這個月公一號裡面的環境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好 它除了有一個居住艙裡面 最重要是有兩個植物艙 那兩個植物艙 當然第一個 它提供植物 食物 對不對 食物艙 提供食物 注意對不起 水果只能吃草莓 為什麼吃這麼好 草莓 因為草莓是食物裡面 能夠吃的部分 最多的部分 好 第二個 你只能吃一種蟲 這蟲可以給你帶來蛋白質 但是每天吃蟲很辛苦 第三個 你可以種各種蔬菜 你看過麥克戴蒙演的絕地救援沒有 他在火星上自己種蔬菜 他們你們八個人就給我自己種 好 種了蔬菜之後 居然注意 因為有自己種蔬菜 百分之一百的氧氣殼水 可以重複再生 氧氣 因為種蔬菜光合作用 它可以再生 水也可以再生 百分之八十的食物 可循環再生 因為我把它的跟進 我再去種 它再生 我告訴你 八個人居然在這 160平方公尺的地方 完全 就像魯冰村漂流機一樣 他們太空魯冰村 在裡面活了370天 這個月公一號它體現的一個最重要的價值就是 透過自給自足 食物問題解決了 對 氧 水 空氣 陽光 食物 全部自己解決 是 美國人說有一個東西你沒解決 是我更厲害 新式的太空衣 你要住在那邊 你要有新式的太空衣 注意喔 這個是在太空船裡面採用的太空衣 這個是美國現代最高科技的太空衣 這太空衣什麼 我告訴你 第一個 它全世界最厲害的 人軟兩用空氣機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在裡面 你可以承受零下156度 你可以在外面活動 零下156度 然後正121度 你可以在裡面活動 所以你穿上這個金鐘罩 你可以移動在將近300度的溫差 極端的地方 人類怎麼可以在100度的高溫之下生存 怎麼可以在150度以上的低溫裡面生存 沒問題 你有這個保衣 好 除了這個保衣 我一定要跟你講 它的維生系統 它的維生系統跟它的頭盔 它可以過濾所有 不是只過濾外氧化碳 它可以過濾所有的有毒氣體 有毒物質 它的維生系統是整個很棒 如果你遇到任何災害 任何巨爛 你可以在維生系統裡面活六天 第三個 注意 它套上去 它沒有拉鍊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地球上 月球上的灰塵 都是巨大的 小小的玻璃 你一吸進去傷害你的氣管跟肺 那個東西會纏到你的拉鍊上面 所以我沒有拉鍊 好 更厲害的 我一定要跟你講 它那個鞋子 是彈性的鞋子 為什麼彈性鞋子 因為你在地球上 月球上本來要像兔子一樣跳 兔子一樣跳 對 現在彈性鞋不用 而且我告訴你 它那個腳的膝蓋這邊有層軸 有層軸 你說腳膝蓋有軸承 那不就變成一個複雜的 這個是太空人要彎腰去拿個東西 很不俐落的 就跌下去了 跌倒了 跌倒了 而且你看它拿東西多辛苦 注意這個不用 這個它是有層 膝蓋裡面有層軸支撐你的 它的鞋子是彈性的 更厲害的來了 以前太空人舉手是不方便 你看它揮手好容易 舉手好輕鬆 你看它給你看我的手多靈活 那工作的時候很方便 我告訴你最棒的一個 我一定要跟你講 我覺得太空人最喜歡的 太空人穿了太空衣之後 會大爆汗你知道嗎 是 汗流夾背大爆汗 還有一個要尿尿的時候怎麼辦 它這個衣服的材質 全部是可吸式的 你一汗我就把你吸收掉 你一汗不會大爆汗 還有一個 你尿就尿吧 你尿沒關係 這比包尿部還好 我材質是可吸取次 你尿衣我全部把你吸收掉 乾爽的比衛生棉還好 所以美國現在居然 創造了最新的太空衣 就是說你要在月球上居住 我來 阿姆斯狀的一小步 是全體人類的一大步 不過是從人家講說 那是月球的這一面 後面有什麼 還穿坐附會說 有這個外星生命 境外文明在上面 都不用受傷 拍回來了 沒錯 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 傳回來的所謂 月球背面的高星的照片 這是由誰傳回來的 這是中國大陸的科學家 傳回來的 他是怎麼樣 他上個月發射的嫦娥4號 月球的探測器 在北京的時間 也就是台北的時間 3號的早上10點26分 成功的登陸 降落在月球的背面 降落在月球的背面的時候 他就開始拍非常清晰的照片 他降落在哪裡 月球背面南極艾肯特盆地的 一個逢卡門的撞擊坑 降落之後 然後傳回了非常多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 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 用這麼高解析度的照片 看到月球的背面 可以看到紋理 對 看到月球的背面的話 其實就是光凸凸的一片 其實也是有非常多的坑洞 這個跟月球的正面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不一樣 整個就是非常激進空曠的 這樣一個感覺 而且坑坑巴巴的 這樣一個照片 但事實上這個照片 對人類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過去人類 比較常看到的都是月球的正面 真的很少看到月球的背面 除了這個 他第一次登陸到月球的背面之外 他還在探測器上面 放了非常多的東西 他這次有搭載一個小型的 這個生物的實驗室 裡面包含什麼 一組的殘卵 然後還有馬鈴薯 還有阿拉伯芥種子 還有水跟生物需要的一些養分 他說這個是一個 圍的生物生態體系 他要知道什麼 他要知道說 如果這個生態體系 可以在月球的背面 這邊發展的話 他在收集非常多的資訊 他準備未來在月球上面 建立所謂它的相關的殖民地 除了這一次的長蛾4號之外 下半年 今年的下半年的話 他們有一個長蛾5號 長蛾5號準備會上去月球的背面 把這一次的生態系把它帶回來 他們預計2030年這些技術 都成熟的時候 要把中國人送上月球 好 我們看到了長蛾4號 抵達了月球的背面 徘徊給我們人類的 第一張月球背面的真實景況 而NASA的鏡頭 居然已經飆到了太陽系的最邊緣了 對 沒錯 這張照片也是非常非常珍貴 這張照片是什麼 你看NASA曾經發射一個叫做星式野號 星式野號就說 它飛到一個人類以前 都一直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境界 那叫做終極遠近 也就是說離地球最遠 人類到目前為止 探上最遠最遠的一個星球 人類的機械到達最遠的一個地方 而且是古老的星星 我們看到它傳來的照片是這樣 這個所謂的終極遠近星球 它是兩個 這個算是類似雪人這樣子 一大一小組成的 大顆叫做終極 小顆叫做遠近 為什麼這個非常重要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地方 距離的這個地球 大概有65億公里 這是一個非常遠的這個地方 但它抵達這個地方之後 它對人類發出第一個訊號說 它抵達 它抵達光是它發出說 它抵達的這個訊號 傳回到地球的話 要6個小時又8分鐘 所以我在想說65億 到底什麼概念 傳這個訊號要傳了6個小時 對 所以來回的一個訊號 要12個小時 你知道多遠 然後他趕快要命令他說 趕快拍個照片回來 所以他又再傳回來的時候 那已經過了好久好久之後 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這個對地球來說 非常重要 因為它有可能是揭開 地球秘密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時空膠囊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可以看到 終極遠近 它其實是在非常非常遠的 一個古箔帶 古箔帶其實距離 我們看太陽在這個地方 它是在太陽系的 最旁邊的這個地方 最旁邊這個地方 有非常多冰封的小行星 其中有一個就是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 終極遠近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人類很早就觀察到 所以我們就很早要過去那個地方 但是這個地方 因為它這個地方 大概形成的時間是 太陽系形成的46億年前的時候 就在那個地方 45億年前就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為什麼對地球偵測非常重要 主要就是因為 那個地方的溫度非常低 那個地方的溫度 比這個絕對的0度273度 負了273度高 大概2 30度而已 也就是說在那個地方 沒有任何生命發展的可能性 它還是保持著非常原始的狀態 而且在古伯代這個地帶 它很少有彗星經過 所以它也不會被彗星撞到或是打到 所以這個地方 保持著最原始 45億年前的存在的這個狀況 人類就覺得說 如果我們可以在上面 獲得更多資訊的話 將有可能會揭開說 45億年前到底整個太陽系 是如何形成的 這個人類能夠探索月球 或探索太空的話 是經過非常多人的犧牲 我們現在講這個是 一場17秒的世紀災難 這個其實是阿波羅1號 阿波羅1號是誰 他當初有三個太空人 要準備要上去測試他 一個是格里森 一個是懷特 還有一個是查菲 那麼他們三個人 也是非常多的 大名鼎鼎的太空人 格里森他是美國歷史上 第二個到太空的太空人 懷特他是誰 他是史上第一個 在太空漫步的太空人 你就知道他們的地位 是非常崇高的 這個查菲是誰 查菲他其實是一個空軍的上校 他也是一個大名鼎鼎的 空軍的上校 他後來知道說 他可以去飛阿波羅1號的時候 非常的開心 結果他們是在做什麼 他們原本是 就是說準備要去太空 他們在進入太空之前 他們都會把阿波羅1號 拿來當作測試 他們準備完成所謂的測試 飛到太空前的測試 他們三個人 當然就進去測試機裡面 準備要測試 結果要測試那一天的早上 他們三個人都坐進去的時候就說 我們在呼吸的氧氣裡面 發現到一種很難穩的氣味 這個氣味到底是怎樣 他們懷疑說 這個不知道是哪個樣子 不知道是會不會影響到 他們的生理狀態 於是他們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檢查之後 處理完這個問題之後就說 這個通訊系統就打開了 然後準備要開始啟動了 結果沒想到 又發生了一些問題 但是原本就說 我們停下來這個測試好了 但是無奈 這個測試已經開始倒數 到時候就一定要開始測試 所以他們就在很多問題 都還沒有解決狀況之下 就把這個艙門關起來了 艙門關起來之後 開始測試 開始測試 開始已經點火 點火沒多久之後 突然聽到說 他們這個太空人 跟外面的這個 所謂的背戒是說 裡面起火 裡面起火 結果你知道他們當初的 在外面監控人員 真的看到裡面真的起火 裡面起火之後 他們趕快準備要趕快去把它打開 準備要去打開的時候 沒想到就是這要命的17秒 他們17秒之後才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 他們發現到裡面三個 糟糕 三個太空人 都已經不幸的在裡面死掉了 他們在裡面的話 因為格里森跟懷特的 他們以前的太空裝裡面 有大量的尼龍的太空衣 還有一些生命的維持系統的管線 都已經燒融了 因為在裡面火燒起來 燒融的時候 而且都已經融在他們身體裡面 而且裡面的話 格里森已經解開了這個安全帶 他躺在艙門的地板上 另外一個懷特 他是安全帶被燒斷 他在這個艙門的下方 有的時候他已經準備要去開這個艙 但無奈 那時候這個艙門 沒辦法從裡面打開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查菲 查菲他是坐在這個 他的這個艙櫃上面死掉了 為什麼 因為根據整個程序的話 萬一出了什麼問題之後 他要一直不斷的 跟上面的工作人員聯繫 所以他就堅守到最後一刻 因為他們三個人 都已經不幸的遜難之後 美國就講說糟糕 這樣的話一定這個設計 一定有非常大的問題 於是他們後來國會跟NASA 就展開了一個非常嚴密的審查之後 發現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因為他們在所謂的太空艙裡面 以前都會灌有非常濃的氧氣 所以他們就不要灌氧氣在那個地方 因為氧氣容易爆炸 容易火災 所以他們在裡面灌了非常多的氮氣 再來就是說他們過去的太空人 跟艙內使用的東西 很多都是尼龍 很容易燃燒 所以他們改變所有的物質 防火的材質 第三個是什麼 因為以前為了太空艙的安全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從裡面往外開的 那只能夠讓外面的人來幫你打開 所以他們這一次把這個完全改了 以後太空人就可以從裡面 把這個門打開可以出來 所以等於是說 因為有阿波羅一號這三個 這個太空人的犧牲 才能夠造就後來的登月計畫的成功 我可以拿來的 交往回到這裡 其實就要很難看 什麼時候 然後再也提出 就要為了 我會想去看 是